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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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大家好 我是Loka 今天要來分享的東西是來自於玩音遊的朋友 跟我推薦的這個週邊配備 那這個週邊配備其實應該就是拿來玩初音 這款遊戲的啦 上面是屬於一些比較特別的按鈕 而且據說好像會發光 品牌的話是這個牌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開箱先來看看它的質感到底如何吧 這個品牌呢其實我有開過他們家的一些 手把啦算是就非常 中用的品牌喔也不是說 特別好的質感但是提供一個比較好的 價格選擇那這一組的話 其實我買好像是2000多塊錢喔 價格上來說也不是說到非常便宜 但是以造型上來看的話是 比較酷炫一點點啦 另外這個是可以支援到 Nintendo Switch跟Nintendo Switch Lite 都可以同時使用 當然接電視的話應該也是可以使用的 比較特別的是上面這裡啊 居然有寫上一行25年遊戲配件製造商 真的假的啦 背面這裡呢則是有簡單的介紹一些按鈕上的配置 其實整個按鈕的配置喔算是蠻特別的 因為啊它把左右類比喔 調到上面來連十字鍵都調到這邊來 所以整個按鍵算是整個被打亂的 主要的按鍵啦 應該就是使用這ABSY的功能 有點像是專門就是 FOR這個遊戲使用的 接著我們來開箱看一下實體的部分 還有裡面所配置的東西 裡面的話 我們直接把它拉出來好了 OK 拉出來就可以直接看到 盆體呢是長得像這樣子 一個 其實蠻大組的耶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大組 OK 那其實在拆的過程啦 是有點挑戰的 因為有一點點難拆 上面這裡有一個 它是屬於一個 可以把我們的主機架上去的地方 這邊是有一個開關的配置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不用要接電視的話呢 就可以把這邊蓋起來 減少這個缺口 其實這個設計看起來好像還OK 基本上不用的話蓋子也會比較美觀一點 但如果要用的話 打開來這邊好像可以當一個支架 那我先來給大家稍微接接看 其實可以耶 它剛好這樣頂著那個斜度是非常OK的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子 一個類似接機的感覺啦 中間的部分呢 是它自己的品牌LOGO 這個也是一個按鍵 按下去的話 我記得沒有錯 應該是對應到拍照鍵的部分 這邊是HOME鍵 所以它有特別做種紅色的 這邊的話它有一個接機模式 跟一個一般的模式 加號、減號、DRD、FL、RL 這個都跑到這邊來了 然後LED 亮還不亮 線還不線 也可以從這邊來按 左右類比 其實 滑順程度 普普通通 但是這個應該會比較少用到 我說實在這個 還可以啦 但是會有點點稍微沙沙的感覺 有一個比較特別 到這裡有一塊 比較特別的 在這一塊 應該是塑膠吧 塑膠可能這個沒有消好 十字按鍵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應該不太要求 只要不要是故障的就OK 在玩遊戲可能會比較少用到 除非是選單的部分 這一條不知道是不是會亮的 等一下呢 我們來使用的時候再來看看 這邊呢 那如果在一般的模式之下 它可以模擬左3D搖桿的區域 或者是右3D搖桿的區域 兩邊呢是可以來做觸控的位置 那如果是調成這個接機模式的話 應該就是專門對應在初音的遊戲上 而且進到初音 那也需要做一個特別的設置 這邊有教一個簡單的流程 很像那個 蘋果的電腦上面那一條Touchbar的感覺 類似啦 當然沒有那麼多的功能 再來就是按鍵的部分 其實做得非常大 然後這幾個按鍵呢 在按的話它的 按起來的回饋感都還不錯 但是它的這個按鍵啊 因為是做比較大一點 有點空心 所以這個大力壓 或者是去摔到的話 有可能會破掉 畢竟它裡面應該是做空心的感覺 而且這個只是很單純的一個塑膠面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在收納的時候 也要注意到比較不要被它刮到 因為如果刮到 它可能就會有點痕跡在上面 到時候就會變稠稠的 那如果說呢 是有特別太大力去壓到的話 或者去撞擊到的話 可能會破掉 那破掉的話 基本上就沒辦法玩了 因為你要去壓的話 可能會割到手 這個其實還算不錯啦 以這樣來按的感覺 下面這裡的話 是有一個3.5mm的耳機孔 那側邊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上面這裡的話是有一個 DC骨服 這個的話是可以對應到它的這條線 基本上就是USB-A對Type-C 那這個的話就是從這邊可以接到主機的底座 底部的話呢 則是一個鐵面 然後加上一顆螺絲 還有沒有 五顆螺絲 然後加上四個腳架 這個直滑的腳架 它是用小橡膠 所以是有直滑的功能 基本上就這樣子還蠻簡單的 可是如果說以大小來看的話 其實它也不算到太小 我來試一下所有的主機放放看好了 它也支援到Switch Lite 所以Switch Lite 我們來擺一下 它這個斜度是剛剛好的 把它接上去基本上也是OK 就是Switch Lite的角度 寶雷媽豆也是OK 不過我自己覺得 是要注意一下就是 後面這塊塑膠 它一定要把它擺好 撐好 角度要對 它這樣子斜下來 從這一個 它的Type-C孔的地方 接上這個Type-C 其實一定要角度不對 不然角度不對的話 其實會傷害到 你的Type-C孔 所以要注意一下 在接的時候 然後拔插的時候 都要特別注意 哇看起來真的是蠻炫的 不過呢在接完之後 一定要先過來設定這邊 然後把控制器 與感應器裡面的這一項 PRO控制器的有線通訊 這個一定要開啟 下面這一組才會有用 除菸的部分呢 則是要先進到 遊戲的操作設定這邊 把它調成 剪輯模式 旋律圖示顯示設定的話 它要調成 SYBA 好啦 那麼進行簡單的測試之後呢 它基本上就是接 Switch OLED Model 或者是Switch Lite 都是OK的 沒有什麼問題 接上電視也是很OK 可以順利來執行 不過各位要注意的就是 一定要記得打開那個有線的手把使用 這個一定要開 不然整個裝下去是會沒有反應的 在使用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有一些地方啦 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它這個地方 是會隨著我們的手指頭在移動的時候啊 會跟著亮起來 而且我有測試喔 就是兩根手指頭一起上去的話 兩根手指頭也會一起亮 四個點上去的話 也都會一起亮 下面的A B X Y呢 則是按下去之後 它會登席掉 這邊要先強調一下 我自己呢 並不是音樂遊戲 ingame的這個高手 所以在玩起來呢 有一些地方 可能跟真正的高手啦 會有相差蠻大的這種落差 那我自己在玩的體驗 就是它這個按鍵啦 其實是比較大一點的 所以呢 會覺得稍微的敏感 因為我們一般 在使用這個按鍵的時候 用手指頭嘛 移動的時候 你是不太容易去按到的 可是呢 相對這個比較大的按鍵 你可能稍微移動一下 它就會按到按鍵的這個反應 所以在玩起來 我是覺得 反應上來說非常不錯 而且要稍微習慣一下它的配置 畢竟跟我們在用手把玩的 又是不一樣的感覺 那剛開始在玩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蠻慘的 我的初音基本上都是全部都掛光光 玩到一半而已 就直接Fail 就失敗 至於延遲的部分 我是覺得 還好可以去習慣它 可是有些比較專業一點的高手啦 可能就是可以看看 需不需要進這個遊戲裡面 去調整一下它的反應 就是看要快拍或者是慢一點點 這樣子的都可以進行一個微調 基本上來音樂遊戲都會有這樣子的資源 在玩的過程當中我是覺得非常的OK 可是因為它的大小比較大一點 所以整個在玩起來 變成有一些A B鍵在按的時候 要加上這個滑左或滑右的這個功能 會有一點不太習慣 而且其實每一個在玩的過程當中 你只會用上不同的手把 都會有不太一樣的習慣方式 像是我在用一般的手把在玩的時候 如果說有遇到 可能要用類比搖桿左或右的話呢 我可能會讓一隻手去負責 並不會說兩隻手同時去搶這個功能 那這部分就是看個人的習慣 所以呢這個在玩的過程當中 可能A B S Y在按上面這個左右在滑的時候呢 要怎麼樣來去習慣它 這個我相信真的得玩上蠻長的一段時間 超辦法的 那接胎骨達然來玩這個是更特別的經驗 因為胎骨達然本身呢 他在玩叫做DON CUCK兩個 我是用預設PRO手把的方式來玩 中間這兩個就是DON的部分 那旁邊這兩個是CUCK的部分 在玩的話是可以一隻手去負責至少一個按鍵 這樣子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拍起來的反應好不好 這一點就可能要高手才有辦法測試 因為我自己頂多測到四五顆星嘛 就差不多極限了 再玩上去都是你現在就失敗 而且看著那個失誤的次數 直接連著下去 真的實在是非常誇張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買類似的產品 然後也有類似的使用心得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的留言版裡面 去跟大家留言分享 就是可以讓想要去入手這一組的朋友 可以有一個參考的依據 當然它的指滑功能在桌面上 也提供非常不錯的這種固定性 雖然說呢它們有一個強硬的固定方式 就是用一個指滑墊這樣固定著 但是我依照自己按的樣子呢 其實按起來它都不太會移動 所以還非常OK 再加上呢如果說是用TV模式在玩的話 它這邊有提供一個有線耳機的方式 可以做一個有線耳機的延伸 那這個的話也算是不錯 因為在玩音樂遊戲啦 基本上用蠻牙耳機應該是比較難一點 它的延遲感可能會讓我們在打 在聽的過程當中 會有更大的這種差異性 聽的是一個拍 然後手上是一個拍 畫面呢可能又是另外一個拍 會特別的奇怪 所以我會建議玩音樂遊戲 就是帶有線耳機 這樣絕對會是最好的體驗 另外它還有PS的版本 在這個ABSY上面 就會變成圈圈叉叉三角形四方形 那如果說想要買對應的版本 就可以自己去唱好聽看 好啦那今天這支影片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點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Roka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